依照人民關係條例 那麼也會請入委會 就法例上面的部分 提出後進行相關的採訪 教育部動作真是快又大 這針對的就是新竹清華大學 因為前幾天被報 未經許可設立清華海峽研究院 還邪渡對岸招攬台灣人才 只是清大說並不知情 但民團開記者會打臉 清大隨後也發聲明 說前校長陳立俊 從未參訪海峽研究院的新竹辦公室 批評民團是抹紅鬥爭 但也不只紅色被說進入校園 綠色自己也火燒眉毛 海報標題寫2021年公共政策研習班 講師有林佑昌 還有口藝哥趙怡翔 原來是民進黨新北市黨部主辦 但後面還有台北大學一起 整個研習班地點也在台北大學 藍營提出質疑 那再從宣傳上 就看到是黨部跟台北大學合辦 那合辦呢 其實就代表政黨已經進入校園了 因為看看這研習班的結業證書 也有部主任的樣張 藍營批評太誇張 各大學來辦理相關推廣交易的部分 我想這個常態 自己實質的情形我並不瞭解 貪文中疑問三不知 民進黨新北市黨部則發聲明 說當日課程未有設任何有關本黨旗幟不調 卻被有心人士扭曲為政治進入校園 動機令人匪夷所思 但畢竟自己說不能有色彩進校園 就得更言以律籍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